富贵无三倍,清官不到头,后一句的意思便是如果一味地讲究清廉的话,那么这个当官的人必定不会长久。 历史上也是如此,清官的官运都是极为凄惨,很少有着清官能够一直担任下去的。 但是在清朝却是有着这样的一位清官,他被誉为天下第一连历,而这样的一名清官却是清廉到连当官赴任的路费都付不起,带着瞎子才一路顺利到目的地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读历史,您是理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,此人名叫于成龙,于成龙。 出生于1617年9月26日,清代山西永宁州人,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官,以着着的政绩和连结刻苦的一生,深得百姓爱戴,被康熙帝赞誉为天下第一连历,顺至18年,也就是1661年,44岁的于成龙,不顾家人反对,抛弃别子,接受清廷委任。 卖了家里大部分财物,酬得路费,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当县令,这个县由于局势未稳,前两任之县一死一逃,于成龙到罗城时,这里遍地茅草,城内只有居民六家,县衙只是三间破茅房,他寄居于官邸庙中。 同来的五名徒从不久或死或逃,最后只剩于成龙一人,于成龙深入乡间与百姓交谈,鼓励农民积极生产。 几年后,罗城百姓的经济,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但于成龙仍然过着清廷生活,老百姓感激于成龙的恩德,长凑些钱财送给他。 于成龙知道乡亲们的好意,但是他都会婉拒,比起他的需求,老百姓的家中都有父母和幼儿需要喂养,这些钱不适合他,就是因为这样的连接风格,于成龙成为了一些官员口中的没出息,自古贪官多于清官,两者之间的比例差异大。 贪官当官,都是为了捞油水,往往在重要岗位上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收敛一笔巨大的财富,可是于成龙做官一辈子都没有想过往自己的口袋里面装一分钱, 这自然让一些人觉得他太爱眼,于成龙倒是不管这些,任别人如何评价,他只想要内心无愧,从来不见于于成龙买肉的百姓终于看到于县令买了一只鸭子,破天荒的行为让大家都很好奇于县令是不是有什么大喜事,跟着县令回家才发现是县令儿子来了,尽管买了鸭子,但是于成龙还是只吃了一半,剩下的交给儿子去,让他会回家的路上吃,这件事情让于成龙有了一个新的绰号, 叫半压县令,也是因为在罗城的功绩突出,他也是被朝廷所信任,便被朝廷下了新的任命去往四川做河州之州,得到了升迁于成龙心理肯定是高兴的,但是沿途的路费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,当时的朝廷虽然给予了升迁的命令,但是路费是要自己出的,历史上有很多的寒门子弟在被朝廷任命之后都是连路费都付不起, 而于成龙本就是一个清廉的人,又怎么可能会有多余的钱做路费呢? 于成龙起初为了富任罗城便是变卖家产,将自己的东西全部卖了才凑出一百两银子作为盘缠,而这次四川的富任他的路费是远远的不够,但是他如今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上富任, 临行的时候,罗城的人都是前来送行,大家都是感激他的恩情,对于他的离开也是极为不舍,哭着为于成龙送行,但是在一群百姓中,一位瞎子却是选择跟随着他一起前往,这个瞎子有着算命算卦的能力,他知道于成龙大概率是没有足够的路费,便是选择跟随着一同前往,以便于路上有个照应,于成龙对于瞎子的行为很是感动,便是和瞎子一起上路去往了四川河州, 在路上很快的于成龙的盘缠便是不够了,这个时候瞎子便是开始发挥他的能力,通过为别人算卦占卜来赚钱作为路费,多亏了瞎子的算卦能力,才让于成龙顺利的到达了河州,不管是在罗城还是在四川,百姓就是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,他始终保持着关爱百姓的心态,不求家财万千,不求功名利禄,于成龙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为百姓们谋福利,不过几年时间,四川变成了福建, 这次让于成龙留下了心眼,为了在途中不会因为盘缠而挨饿,他让旁人帮自己准备不容易坏掉的萝卜作为盘缠,推着百姓的萝卜,于成龙又截然一身去赶赴福建的官职了,于成龙在崇祯十二年也就是1638年参加相试,在相试的时候他却是看到了考官当场受贿,对于这样的行为,于成龙很是气愤,便是在考卷上直接是将考官骂了出来, 这样的发泄使得他只是得到了一个富榜的共生,没有进入正榜。 在后来于成龙便是以父亲生病为由去照顾父亲,不再是选择做官,一直持续到满清入主中原才重新参加相试,从顺制四年到顺制八年学习四年时间, 但是在相试中确实还是落榜,无奈只能等下一次机会,或不担心的是,此时于成龙的兄长的病,而三儿子于庭园也是在这时出生,父亲多病,此时的他只能是挑起全部的担子来养家,暂时的放弃了硬式的想法,也就是在这时,他知道了劳动人民的辛苦,对于百姓也是极为同情,他树立了自己亲政廉洁的思想决定做一个清官。 顺制十八年,他选择再一次踏上仕途去为更多的百姓谋服,他离开了妻子,离开了家人,在父亲的灵魏面前跪拜请安,最后是一个人踏上了仕途,他发誓,此行不以温饱为至,是雾媚天理良心,他在罗城已治乱世,用重点的方法使得罗城在三年的期间,便是从混乱变得秩序有长,百姓安居乐业,被举建为广西省的唯一卓役,在河州两年,便是使得河州人口骤增, 田地开辟有法,人民政绩显著,百姓们也是初入小康,之后升迁到湖广黄州担任同志。 在此时的他,也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朝廷失望,在他任职的期间,政绩突出,他也是深得湖广巡抚张朝真的器重,再一次被举建为卓役,在康熙十二年,三潘之乱发生,此时的他,刚刚被封为卓武昌之府,他对于吴三贵的反叛,采取绝不妥协,积极抵抗的做法。 在康熙十三年时,他便是招了一些猎户与他共同抗击吴三贵的反叛,最后是大获全胜,收到了湖北总督的赞赏,他的虽然起步很晚,但是却是极为平坦的一路升迁,即使是康熙帝认识他以后,都是忍不住的夸奖。 称他为清官第一,并且是赐下黄金,宝马并且亲自为他提施,毫不掩饰地对他褒奖,并且提拔他做两江总督。 于成龙这样的人存在,百姓才能够得以民生,令人庆幸,有光的地方必然有黑暗,同样的道理,有黑暗的地方必然有光。 贪官污吏能够让官场变得浑浊,也能让百姓不得聊生,但是清官就是能够冲破这趟污泥的水,他们能够让污泥变得不再浑浊,也能救回那些受到剥削的百姓。 虽然于成龙的官职一直在生,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为官态度,所以他当了一辈子官也穷了一辈子,最初于成龙也是有一批仆人的,这些人知道他有前途便追随着他,没想到他生活实在是简朴, 甚至还有的仆人因为没钱吃饭被活活饿死,时间久了,他他的人也慢慢离去了,其实他有些过于极端了,他可以很廉洁,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很穷,他为百姓做了那么大贡献,得到应有的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康熙23年农历4月18日,于成龙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,中年68岁,于成龙去世时,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。 别无余物,市民痛哭,宿建雕像祭祀,嗜好清锐,于成龙逝世后,南京男女老幼,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,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。 康熙帝破例轻微撰写悲文,这是对他连结刻苦一生的表彰。 于是家族中至今都有家族谱可寻,在方山县来保存,还有七十多名于成龙后人,他们勤勤恳恳,淳朴厚道始终不忘祖训。 而且他的后人中也有为官者,而且也是为民做主的亲官,在于成龙后人中有三个儿子。 大儿子于廷义曾经也做过官,于廷义为人节俭。 周济百姓,身上也有于成龙的遗风,于廷义是于成龙儿子中的长子,也是唯一做过官的,曾是七品官员,分管教育。 于廷义做官时也颇有成绩,就在奸司准备举荐他时,以母亲年老,极力请求回乡照顾年迈的母亲。 回到家乡后于廷义的生活非常节俭,但是不忘做公益事业,他经常周济亲友和乡里人,但凡乡里有流浪之人或是逃亡至此的,他都会给钱给物。 救人于危难之时,于廷义的家教也很严,当他儿子为官时,他就教育他的儿子,要像祖父那样为官清廉。 不要为了一时的政绩名声而随便给别人平反,也不要怕麻烦把已劫的案件丢在一旁,不去给人平反。 于成龙后人始终不忘祖训,曾克贬肯堂肯垢,意思是后人一定要继承父亲的事业,事实确实如此,后人中出现的官人都很出色,也有于成龙的风范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